前几天,吉林省某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和导游在长白山南坡拍摄日出的时候发现了有六只不明动物在天池游动,并且拍下了二十多分钟的珍贵录像和一些照片。 五点二十六分,记者本来正准备拍摄日出,却发现了一个黑色物体跳入镜头,很快从水中又出来五个同样的物体。 拉近镜头后,隐约可见这些怪兽长得有点像海豹,每只都有一对翅膀或旗状的东西在滑水。 六只不明动物在天池里活动了近一个半小时,它们时而在水上嬉戏,时而下潜,泛起的水花和涟漪很势壮观。 它们的游速也时快时慢,最快时比得上普通游艇的速度。六只不明动物配合默契,动作整齐划一。 长白山天池是我国最大最深的火山口湖,怪兽传说给天池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早的怪兽记载发生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最近二十年来怪兽频频出现,这也是今年怪兽的第四次现身,不过也是难得一次如此清晰地出现在镜头之内。 新华社记者报告